近年新加坡與香港在競爭亞洲金融中心首位 愈來愈激烈 作為過去曾並列為亞洲四小龍的兩地發展規模相近 但在歷時三年的疫情衝擊過後 在2022年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之中 新加坡以一分之差超前香港 登上亞太地區排名之首 新加坡政治環境穩定 加上多項有利於外資經營的措施 及優質的人才政策配合 非常有利外資在當地經營業務 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加東區的地標商場 Gatone Point 物業位於魚切路 是新加坡東海岸的文化保育區 傳統文化氣息濃厚 曾贏得多項建築及遺產獎項 區內人口籌物 更有不少高消費及年輕的專業人士 慕名定居在此 Gatone Point 樓高四層 另設一層地庫停車場 總面積大約47,540平方尺 屬於永久產權物業 大廈早年曾翻新及改建工程 現時保養良好 全數樓面都已獲得成租 回報相當穩定 未來更可選擇分間出售 以提升物業潛力 現時租戶包括特色紋身商店 超級市場 西醫診所 幼兒照顧中心 及生活百貨店等等 大廈外場設有廣告位 買家更可以享有大廈命名權 物業地庫設有27個泊車位 及1個二達車位 街道兩邊亦都設有時租車位 開車前往中央商務區 亦都只需要15分鐘路程 交通非常之方便 同時興建中的地鐵 將會在2024年投入服務 以及該區目前有14000個房屋 正在興建中 其中超過一半為私營房屋 將會促進及支持區內的經濟發展 勢必進一步吸引民眾移居 或前往消費 前景看高一線 可以說是投資首選